上一集视频讲到我在户外露营 由于晚上的风太大 帐篷没有打地钉 结果被狂烹把帐篷给刮走了 找了半天没找到 于是第二天我开着我的小黄车直奔了塔青 心里想着倒霉的事 不过这一路的美景 算是给了我一个安慰 嗨大家好 我是蒋小白 现在我来到了塔青 就是港人波旗的这个位置 我来到这边 高反应的厉害 这边的平均海拔4500 然后头非常的痛 这两天我从这个萨嘎 然后到中巴 然后再到塔青 中途没怎么拍视频 就是因为头痛 很早七八点钟就睡觉了 然后我来到塔青这边 本来是想找一个很便宜的酒店 然后这边的房间也是300块钱 我找到了一个最最最便宜的房间了 然后我在网上 我跟你们说 我稍微看了一下 就是六七百块钱 而且条件都不是很好 这个300块钱 我给你们看一下条件 就是你们人则见人 知者见智 咱们进来瞅一瞅 这是咱们的房间 就是双床房 我和我老弟一人住一个 两个床位 它是没有卫生间的 咱们看一眼 这个 我是没有办法躺下去睡觉的 这你能躺下去啊 这上面还有很多毛毛发这些 看一下 我现在高翻的非常的难受啊 我已经不在乎就是什么条件不条件的了 但是呢我还是要注意一下个人的人生啊 安全卫生这些 我呢决定去车里面把我的那个睡袋 隔脏的拿过来啊 套在自己的身上 睡觉这样 我是太难受了 我让我弟弟去把睡袋取来啊 每一次上高原呢 我都感觉像要了我半条命 去年我到拉萨 因为支气管炎去打点滴 然后勉勉强强走出了青脏线 这一次走青脏线 虽然没有支气管炎 但是头啊痛得要命 哎呀我感觉比去年还难受 好了咱们老弟把这个帐篷和睡袋拿来了 咱们呢就是到时候睡睡这个睡袋里面吧 因为确实啊这个不太不太干净 确实不太干净 咱们就睡睡袋里面 我现在要把这个床单啊 被套这些全部换了 因为刚刚给大家看到那个就是非常脏嘛 咱们出门在外啊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就是不要出来染什么病的呀 那就不划算了 这些被子我全都要换掉 说句真心话 300块钱在这个地方其实不算贵真的 在这个季节 但是300块钱换算到我们云贵穿衣带啊 或者说其他地方 相当于30块钱的招待所的条件 那么我的帐篷啊拿上来了 我现在手里面拿的这个是一个隔张的睡袋 隔张的睡袋 然后这个呢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人钻到这里面啊 然后睡起来 然后它收纳起来的很小 这个我觉得自驾游的话可以备一个非常的实用啊 然后呢我在外搭配一个帐篷 因为它这儿的就是那个棉被啊什么都不太干净嘛 所以我就再搭配一个睡袋 把睡袋放在这上面 然后呢 然后把这个套在自己身上 然后再钻进去 咱们现在把睡袋打开啊 咱们睡觉之前啊 先把这个打开啊 身上的衣服呢 先也给脱掉 我虽然是处理做 其实我是没有解癖的 我身上还穿的有啊 不是说身上没穿的有 就随便在乱脱啊 咱们先脱掉外面的衣服啊 毕竟外面的衣服还是比较脏啊 再给面接触 那我这样钻进去 钻进来 然后咱们再钻到睡袋里内 这样呢 你就不会啊 觉得啊 有洁癖了 虽然有洁癖 但是这样会比你在用 用酒店的那些床备啊 好很多是吧 咱们现在把这个套子啊 这样套上 然后呢 睡袋脏了没关系啊 但是这个它可以取到双层的保护 然后咱们睡袋就这样 躺下来 稍微有点麻烦 但是呢 能起到隔脏的作用 就很好 这个睡袋呢 它又起到保暖的作用 所以不会就是 半夜会被人形什么之类的 咱们处理做 就有一点这种小小的洁癖啊 睡觉了 好吧 你和姑娘也睡了 我也该睡觉 因为在这边早点休息 高反的话 4500米以上的海拔 不早点休息的话会头痛的很厉害 所以大家早点休息 上一个视频讲到我来到的塔金 犹豫了一晚上要不要去港人波奇转山 主要是担心自己的膝盖没办法撑下去 加上高反剧烈的头痛 正当我要打退堂鼓的时候 我就想起到港人波奇的意义是为了什么 强烈的意愿又给了我勇气 一觉醒来我带上老地 踏上了转山之路 很多人了解港人波奇是从张阳导演的同名电影开始 这座位于昆仑山脉和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雪山 是世界公认的神山 同时被印度教 藏传佛教 西藏本教 古奇纳教认定的世界中心 嗨大家好 我是袁小白 我现在呢是在这个港人波奇啊里面的 现在是准备转山的 其实我想了很久 昨天晚上就是因为高反的原因啊 没打算来 加上我弟弟啊他就是感冒了 但是我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要来一趟 因为不来的话肯定会后悔 来了也会后悔 但是呢不管怎样 咱们还是去走一走 这就是港人波奇 我现在呢要朝着这个地方 往里面进去啊 到这个港人波奇转山啊 有个好处就是 咱们可以带着狗子啊 真好 安妮和波妞跟我一起的 到港人波奇转山 大多数普通人选择用两天一夜时间徒步 第一段七公里的路程是可以乘车进入的 中途每隔四到五公里就会有一个补给站 不过补给站里面只有泡面或者输油茶 甜茶之类的 在此我建议大家自备扫量干粮 在补给站将就冲击即可 由于长途距离徒步 负重太大会对膝盖造成损伤 所以另外建议轻装徒步 提前按季节搭配好衣服即可 咱们从下面走上来啊 一直是沿着这个山谷 停地往里面走 但是呢这个路面啊 它是那种碎石路 所以走起来有点吃劲啊 你看这波牛胆子太大了 它又看到了一只流浪狗 这家伙还怕它 波牛就喜欢这样 追着别人不放啊 咱们走到这儿啊 这是一个补给点 咱们这儿还有个卫生间呢 咱们的前方 就是一个补给点 在峡谷的入口处 这儿的商店啊 这个什么水啊之类的都有啊 啊我就没在外面带啊 自己在这里喝一点上去就可以了 有热水吗 热水有热水 要买的 要买的 买啊 是买 有泼的吗 有 真的 好不好 咱们喝点热水继续出发啊 因为在这边 冷空气你喝冷水的话 会容易闹肚子 你喝不喝甜茶 一杯甜茶 一杯甜茶 然后你喝的水吧 嗯 那倒热水 一杯甜茶 热水 现在咱们的甜茶倒上来了 就 喝一点热的 然后继续出发 我老弟他不喝茶 因为他喝不习惯 就只能喝热水 一大早起来啊 现在人有点头晕咕咕的 你们也是要去转山对吧 也要去 准备多久 两天 这是两天 两天 那你们内转没要转吗 内转 内转 那你们要不要去 要去 要去 茶喝完了 那个老板 昨天给我拿了一个马卡 他说在路上带着可以吃 防御高反 吃了咱们出发 一天做完吗 准备打算是一天 我看 你们刚刚跟我们一起出发的吗 一起出发的 我看着你们在后面的一直在 你是带着孩子来转山吗 带着孩子 哇 太勇敢了 孩子能受得了吗 孩子 你呢 港基拉姆 港 港 港 地拉姆 地拉姆 港 地拉姆 我叫蒋小白 蒋小白 对 很高兴认识你们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 他们全都是你的亲ので 亲人吗 对 哦 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个人 十三个 哇 这么多人 这个已经起冰了 说明这里的夜间温度已经达到了零下 现在他们俩也走累了 咱们在这找到了水源 没有冰封的水源 他们就可以喝了 刚刚咱们放无人机 他们走到前面来了 哥们 还能不能坚持住 还能不能行 哈哈哈哈 你要兴奋起来 我现在已经全副武装了 因为这个风吹得我头非常的痛 我走到这儿来 就发现身内非常的渺小 因为 我这儿看见街道大山的时候 发现 大自然真的 太伟大了 就是街道大山 为了它转一圈 我现在手挫着这个位置 可以看见这个珠峰 感人不齐的珠峰 然后这个位置距离我的下一个补给点 还有一段距离啊 我的膝盖 有点痛 坐起来比较难受 哇塞 我的前方就是补给站 我现在马上到了 啊 第一次看到补给站的所有 我就非常的兴奋了 就离胜利更进一步 好多乌鸦 这补给点好多乌鸦 我去 成亲决队的这些干嘛 我现在 是 停下来休息 是一桶泡面 我继续往前赶 这桶泡面呢 是 10块钱一桶 没得雪 你必须吃 你有吃过 比这个耿鬼的 方便没得 哎 他们这儿不让充电啊 我手机都没电了 吃完东西太难受了 哎呀 这个泡面我也不想吃 吃了反而肚子不舒服 这个风太大了 能把人都吹倒了 小一个逼风的速度这样休息就不够了 小一个逼风的速度这样休息就不够了 我不知道露营地在哪儿 我要露营 我想睡觉了 我已经在决村走了好久了 我感觉好累 现在走着走着都想睡觉了 看 这就是港人波及 美美的一幅画面 第一天我选择了止热寺修整 这里的海拔在5,080米 在这个高度之上睡觉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产生不同程度 不过这个地方好就好在 不过这个地方好就好在 可以更近距离地观察港人波及的主风 不知道是不是扑这个长风 现在风特别的大 咱们进去躲一会儿风啊 老板一直没来 咱们先进去看一看 旁边的环境吧 就是这样个样子 我想坐下来休息一下 我其实一直想问自己这样的转山有什么意义 就在我刚刚躺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 只要是自己 说出去的话 就一定要兑现 我想这就是我做的意义 海上不上来 出气就不上了 出气都不上来了 海里的风吹人都差点吹过来 这个头发天呐 不想管了 这是转山的第一天 然后 我现在是 找到了这个地方应该是帐篷的地方 然后在这儿住一晚上 第二天然后去爬雪山 那个海拔有五千多米 所以今天到下午的时间 到现在为止就差不多 只能到这个地方了 头晕目眩头痛 受不了 我们俩都受不了 狗子也受不了 先到这儿了 这条视频又长又臭啊 但是给大家一个很主观的 徒步港人波起的一个感受 我后面还会继续发视频 好吧 咱们视频到这儿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记得点赞 我乐一下 拜拜